计算计视觉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的分支 人在理解外部设计的时候 70%的信息是来自于视觉 而且这几年国家其实对人工智能特别的特别的重视 也号召人工智能大发展 不能够很个月 其实每个人走路的方式 是不一样子的 这不光是人体腿部的动作的运动方式 其实包括你的双臂摆动的这种幅度 也是不一样子的 波态识别是指利用人走路的姿态和方式 去识别个体身份的这样一门技术 是计算计视觉的一个子研究方向 特别远离距离的情况下 我又想识别人的身份 那其他的生物特征都是不可采集的 那怎么办呢 那只有用波态 大概目前的采集距离可以在50米远 都可以进行识别 举个例子 比如说简直是有一个小区 发生了家庭入室盗窃时间 这个人是戴着口罩面罩的 当时的公安机关是怎么做的呢 就拿入室 就是到了这个家庭中的这一段的视频 和所有的进入小区的这一段时间的小区的所有人进行一个匹配 然后找到相似度最近的极端 所以它这个范围就大大的缩小了 比如说这种石油勘探的这种场所 它这个面积是很大的 是很广阔的 可以通过波态识别来识别这个人 有没有权限进入这个人 我从硕士阶段的时候 选择的研究方向 就是做视频图像处理 当时选择这个方向 就觉得处理这种图像或视频 这种比较形象化的设计 是非常直观的 而且比较有趣的 不像其他的一些设计 就可能就是摸不着 看不见得很枯燥 但对于图像或视频 你看起来就很形象 就是一图胜千言 当时选择博士论文研究方向的时候 就在考虑到底做什么 据我们了解到 国外刚刚启登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是远距离的生命识别 用人走路的姿态 进行生命识别的这样一名技术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波态识别 当时也是国际上 也是刚刚有人提议这样一个研究方向 所以国内外 基本上就是很少有多少参考文献 可以共参考的 所以感觉就是无从下手 说句说句没有 对吧 算法算法不知道往哪想 也不知道别人都应该怎么做 所以当时有那么几个月 是一头雾水的 但在这个过程中 我的导师就告诉我 你不要着急 你自己去想一想 步态 步态 步态也是一种运动 步态呢 你也是一种行为 你可以从人的运动分析中 去找一找一些什么方法 理论可不可以运用到特定的步态行为的这种分析去 他这么一点 我觉得我当时脑子就挺倾向的 我应该是国内步态识别的第一人 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以后 坚持下来以后 而步态识别呢 又是我个人科研生涯中的一个标签性的东西 他对我来讲是一个转折 是一个挑战 但也是一个机会 因为研究步态识别多了吧 现在每一次 走在大街上 什么地方 真喜欢观看前面的人 而且尤其观看前面的人 走路的姿态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确实是蛮有意思的 这样一个现象 我们的步态识别研究 是2000年开始的 所以到2018年 也有18年的这样一个历史了 从最初的研究到现在 由这个产品的一个发布 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研究了那么多年 科研成果得到了实际的转化和应用 这是对我们工作一个最大的一个认课 让我们心里有一种满满的这种成就感 我正式加入中国职工党是2012年 参与更多的可能就是调研 尤其是结合到我们的这种专业特长 当然还是希望就是说讲了这个科技 还是真正的能够为智慧司法 带来点的是这种贡献 可能是主要的 我们最早的时候 最多的一个应用人 就是智慧安法 所以我们现在点的想法的一些 这个应用领域拓宽 比如说我们想做一些智慧医疗的东西 还想做一些智慧交通的东西 国内的科研环境 其实改善的越来越好 对科研这一块 图住的是越来越大 整个的科研氛围很好了 国家提供的这种 很好的这种科研支持 科研环境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 这个发展的一个保障 我觉得对中国的 未来的科研是很有信心 有错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